觀音山玉佛寺步道 我們今天來挑戰的 有沒有挑戰啊?走走啦 散散步 欸,Lucky在觀音的手下面尿尿 真不妙 無止境的階梯跟觀飾營是不是 喔,感覺這裡進入比較整修沒有比較好的地段 不過還是有階梯可以走啊 Lucky的階梯 OK,半山腰的部分 可以看到一點景啊 那邊過去應該就是大坑那邊 雖然這邊也是大坑 不明鞋子被空起來 這步道連續抖上 沒再跟你客氣的 喘成這個樣子 走 走 氣喘如牛的河童 這裡還會提供兩種不同的體驗步道 讓你爬山 不是啊 讓你走步道不會那麼單調 你有時候可以選擇右邊這條 或左邊這一條 還不錯 上面寫著天海 什麼意思 走過來會看到什麼 沒有 沒東西啊 天海 看不 各種分岔路啊 但都是同一條 喘吁吁的Lucky 去哪裡 去哪裡 喘吁吁的Kiki 這邊還有一個小涼亭 這邊可能可以泡茶 稍坐休息 可能之前還有功夫料理可以吃 Hot new products OK 還有虎年的 虎年的什麼 那叫什麼 虎年 虎年的 福會圓滿 請發表感言 發可 發可 發可是什麼 你怎麼可以在觀音神下面前罵發可 法克蘭斯 法克蘭斯是什麼 欠訓戀 你 老婆 好暈喔 好休息休息 前面錯綜複雜 密密麻麻的 我們到了 看到這個 這個手勢就知道 抵達 抵達 三腳點 No.5012 三腳點 上來之後這裡 有一個涼亭 那下面這個 進去之後 還可以裝水 也可以喝有飲水雞 還不錯 萬佛朝宗 風 條 魚 順 整磚之後我們再出發啦 接下來我們要走另外一條 繞個O型回去 從大殿的右後方 我們可以上個階梯之後 接到這條小路 這條小路會通到中台的 算是後門的馬路吧 沒走過走走看吧 聽說這條可以繞個大O型下去 我們試試看吧 跳 嗚喔 剛剛一個山友大姐跟我說 這邊有圓木 難道是這個圓木嗎 說好的桂花勒 用聞的 沒有啊 可能還沒到吧 繼續走 假桂花 難過 滿滿的屎味 沒有屎味不要亂講 這女人啊 口無遮攔啊 這個是印第安人留下來的記號 小心 這附近有印第安人 下來之後會遇到交叉口 我們選擇右轉 岔路右轉 切下 雖然我覺得上面應該是會比較有趣一點啊 沒有 但我記得沒錯話剛剛廟祠 廟祝 祝祠 是說這兩條路 哈哈哈哈 是說這兩條路 終究會會成一條路了 是沒差多大的距離 那我們就繼續玩下啦 Lucky GOGOGO 讓你們感受一下 回音的力量 沒有啊 沒有回音 沒有回音 這邊不夠不夠高 我們的雙聲和音沒有啊 雙聲和音殺小 男女 男女 二重 二重 男女 趴趴趴趴 趴林老師 Oh My God 在這個聖山 你在那邊跟我講 兒女詩情 啊 這樣對嗎 這樣對嗎 我 我不能這樣苟同你的說法 蛤 趴趴趴趴 蛤 Oh My God 我們看到平地了 Lucky 我們看到平地了 我看到車子了 我感受到文明的氣息了 快 快 這就是文明的氣息 我聽到機械的聲音了 走 我們都會到 我們都會出去了 好我們出來了 我們 到了中台的後山的巷子 還好沒有很陡啊 老婆說他的腳不自覺的站抖 運動過度 還好啦 就這樣子 下來之後 右轉就可以看到跳高啦 之前有去過 可以在我頻道搜尋跳高 就可以看到我區域裡面拍的影片啦 整體來說呢 整個南觀音山步道 我覺得還蠻輕鬆的啦 輕輕鬆鬆 那你假如想要下山走不同路線的話 就照我們剛剛走的O型路線走 那你假如覺得直上直下就好 那難度一顆心吧 輕輕鬆鬆 Loggin Loggin 大馬路 我們回到大馬路上了 回程的路發現這邊也有個登山口 應該是接到我們剛剛上山的那條路了 而且編號是對的 小百越5012